我也想聽聽這個孟凱 尤其在昨天看到 台灣民主基金會這份民調 完全沒有錯 其實我們在做不管是民調 或是我們自己候選人 委託這個公司來做民調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個所謂的 機構效應 什麼樣的機構效應呢 就是說一開始 其實合格的民調裡面 一開始打電話去的時候 一定要先跟你講是說 我是哪一家民調公司 這個是正統的做法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是說 如果說我聽到那個公司 相對來講 印象中好像比較偏綠 有一些泛藍的人 他就覺得巨大 他就會不會想要來回答這個電話 如果說那個公司比較是偏藍的話 泛綠的人他可能就會巨大 所以有一些人講是說 找那種學校比較中立客觀 好像學校比較沒有政黨色彩 可能做的會比較高 但是更重要的是 這個尤老師 我相信你應該是內行人 內行人就不要講外行話 怎麼會說你想要問一個 重要的民調 尤其是想要問說 總統大選到底你支持誰的時候 你前面還要再加三個問題呢 說真的這就變成是完全是一個 引誘或者是一個 往那個方向去做的一個 民調的一個方向了嗎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你要做一份民調裡面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我最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一定是問第一題嗎 一定是在我完全沒有任何的 預設立場的前提情況之下 我告訴你完了 我是哪一家民調公司之後 你願不願意接受訪問 我們就趕快來做民調 而且重要的問題先問第一題 先問第二題 問完之後 如果說你要在這個民調裡面 因為民調蠻貴的 現在我知道說坊間的民調 你要做一次完整的民調 要一千多的樣本 有效樣本取數 你可能都要十幾萬以上 也因此如果說你要做 那麼大規模的民調 而且是正統客觀的話 其實一次十幾萬很貴 有些人可能想說 順帶夾帶一兩題 我想要了解一下態度跟方向 但是通常是問完主要問題 再問次要問題 而且次要問題 如果說他沒有回答 有些民調公司還會把 主要問題當作是一個樣本 先保留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 如果說這一份民調裡面 他是六月八月 有問前三個這種引導式的問題 七月又沒有問的話 那這樣是什麼 單打雙不打嗎 這感覺蠻奇怪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注意 現在非常多的民調 會各自的用他的一個方式 來去做 他們想要告訴大家的一個方向 是不是這一份民調 故意想要去操作一個什麼方向 就是現在賴清德是獨走 獨大獨強 而如果說二三這個藍營 民眾黨還沒有辦法整合 即便是整合都還有差距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讓大家會覺得是說 是不是已經這樣的一個 選舉結束了的狀況 我覺得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但是我也要呼籲 其實我們基層跑 大家看到我現在這個臉 這個曬得比較黑 就因為今天剛早上還在淡水 來跑地方行程 其實我們每天跑地方行程 我最近聽到民眾給我 最大的一個回饋是什麼 我現在已經聽到 民眾直接跟我們拜託了 通常是我們候選人 跟民眾拜託對不對 但是現在是民眾跟我們拜託 他拜託什麼 拜託說你們真的不要再亂了 如果說到最後1月13號 你們沒有辦法好好整合 沒有辦法達成我們想要政黨 人替下架民進黨的理念跟訴求的話 真的大家都對不起啊 我聽到其實蠻感動 尤其今天有一位80歲 這真的是真實的故事 因為今天早上才發生 80歲他講說他是軍人的眷屬 他說過去都是支持 他確實他也講說他支持藍營 但這一次他真的看不到 一個能夠下架民進黨的契機 所以我們也要反問說現在 所有的高層們 真的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再也 最難人可貴的就是要跟民眾接地氣 而怎麼樣接地氣 其實現在侯友宜做得很好啊 侯友宜現在在中南部裡面跑的時候 不就是真的在接地氣嗎 他去每一個地方握緊每一雙手 尤其是前幾天看到他在屏東 那個菜市場的畫面 我覺得非常的熟悉啊為什麼 因為那就是我們在新北的時候 侯友宜每一次來新北市場的時候 的那個畫面啊 侯友宜來到市場 絕對是最熱情最互動 你覺得中南部他這樣跑下來 有給他反饋嗎 我覺得絕對有 而且這個反饋絕對是大的 為什麼 因為他得到了是一個 最直接的民意的一個展現 ET Today的民調呢 他也有做了這一題 有62%的民意要政黨輪替 這是其中一個議題 那麼另外呢 有問到2024總統大選結果 將會影響兩岸關係 走向和平或戰爭 認同這個說法的也有 將近六成 54.6%的民眾認為 就是戰爭與和平 那這邊我再請教就是甄宇 這一份民調裡面當然還有 最新的沙喀都 因為這是18號到20號做的 是目前最新的數字 侯友宜和柯文哲兩個人 都是咬得很近 其實真的是在糾纏的一個狀況 可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啊 政黨輪替 那六成二的民眾要失望啦 是無法的啊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民調 我們大家之前常常都會講說 有機構效益 但是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還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取樣的變數 因為我們取樣的結果跟內容 其實都是不同的 再來剛剛有提到 不僅有講到是議題引導 因為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包含到這一次的賴清德 終於突破天花板了 他的前提是因為有前三題的 詢問的方式有點引導作用 那包含到可能看到之前的 某幾個題目 都是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機構效應 取樣變數還有議題引導 我覺得這就是取決於說 現在的風聲到底要怎麼打 或者是說現在的整個 比如說民進黨完全把持 媒體的狀態之下 他們想要操作什麼樣的風向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賴清德一直讓綠營 大家很有一個存疑的態度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就是35%天花板過不去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 不管是三明治啊 各大媒體其實都開始說 賴清德突破天花板了 終於突破天花板了 就靠了這一個的民調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方向是有引導性的 目的是要讓人家知道說 賴清德現在已經突破天花板了 所以現在不管怎麼樣 即便六成的民意 賴清德也一定是會勝選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剛有講到說 現在不管是侯友宜或是柯文哲 現在是呈現麻花捲的狀態 是不是就跟我們過去的兩三個禮拜 我們有講 民進黨現在目前的策略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六成的民眾 希望可以政黨輪替 六成的民眾 希望可以下架無能的執政黨 但是現在他們的作為是什麼 就是讓你侯友宜柯文哲 完全沒有辦法 他們兩個是不相上下的狀態 為什麼 目的就是讓你誰也不退 然後再繼續讓郭台銘維持 大概就是10%上下 讓你們所謂的三隻小豬 那是不是到最後變成三個和尚沒水喝 有可能就是會操作成現在這個狀態 但是我覺得其實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近期的各家機構的民調 是不是有操作的軌跡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保留的 但是他的目的會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 如果今天我們要下架 無能的執政黨的狀態之下 今天不管是第二名或者是第三名 其實意義都不大 因為都會是沒有辦法 達到六成民眾的期待 我覺得這才是大家要關注的地方 那其實你可以看得到喔 現階段可能不管是國民黨 或者是侯友宜陣營 他們可能會希望說 趕快先搶到第二 拉回那個議題的主導權才有用 可是我覺得你可以看到這一塊 很多人都說柯文哲這次參選的目的 只是為了要擴張民眾黨 但其實大家不要被綠營的方向給去帶走了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覺得千惠有講得很好 2024大家本來就是戰爭與和平的導向 大家只要 如果今天柯文哲有講過 如果沒有和平的前提 我們全台灣人都輸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其實大家要很關注的地方是說 到底誰有這個能力 讓兩岸之間是有暢通的管道 是能溝通的 而不是每天都是兵兇戰爐的方式 來去脅迫我們台灣人民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重點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口 請 diagnosis 做好厲害 得到 主人拿來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